副总统赖清德逛展览 圆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全程陪同 大合照环节 手中的赞却始终没比出来 难道是因为日前才透露 2024会投郭台铭 现在这个想法有改变吗 我都支持了 我没有特别什么 那前面呢 赖清德对外拉拢企业支持 对内积集团结各派系 党内更有人建议 赖清德邀总统蔡英文 前行政委长苏贞昌 分掌全国竞选总部荣誉主委 及竞总主委 由蔡赖苏组成黄金铁三角 展现面对应战的决心 竞选总部目前都按照 既定的规划前进 民进党全党上下也都团结一心 争取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赖半媒正面回应 毕竟由卸任总统出任 总统参选人的荣誉竞总主委 在民进党并无前例 2018年陈水扁也只当过 陈其迈和陈志忠的 联合竞总荣誉主委 我也传出赖清德与英姓 某重量级要角互动频繁 主动邀请对方加入竞选团队 担任要职 我刚刚有特别问到 这个庄瑞雄说 那个有一对一的这个队 他说没有 没有人找他 传闻还是传闻 紧盯蓝白和情势变化 赖清德进入一对一对战准备 在适当时机 展现团结党内派系的 柔软身段与诚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